大波妹子荒野求生有多危险 上期波妹不仅遇到了蟒蛇缠绕自己的狗子 还碰到了传说中的三嫂 好在倒霉的三嫂被人类生活垃圾给缠住了 而蟒蛇则是不幸的地被波妹搞成大肉串 最后美滋滋地来上了一顿善肉自由啊 不过由于狗子遭遇到蟒蛇攻击 导致其发烧不止 虽然波妹采用了草药对狗子进行了治疗 但是狗子依旧是一举不振 最终为了狗子的安全 波妹也只得提前地结束了荒野求生 本期波妹再次回归荒野 而且是带着生龙活虎的狗子归来的 这一次波妹选择的庇护所建设位置处在一处悬崖下方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 但是为了让自己在野外过得更加的舒服 波妹还是拿上了屠刀 对着周围年迈的树木下起了手 不一会的功夫 怕是就直接砍倒了二三十株手臂般粗细的树木 随后又闪耀着大球时代 晃动间便对着这些木材切割了起来 将它们切成了所需长度的木棍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既耗时又耗力 好在波妹体能足够充沛 所有的木材切割完毕之后 波妹便开始利用手里产在地面开凿了起来 这些挖出来的深洞将是波妹建造庇护所的基础洞穴 将两长两短的木棍放置进去之后 还需采用木棍将洞内缝隙夯实才行 这样的话基础木桩才足够牢固 大山之中最不缺的就是树藤 而在崖洞附近的数量更是不少 这些树藤质地柔软 用它们来绑扎连接在一起的木棍 那是再好不过了 再在水平方向上绑上两根长木棒之后 波妹又绑了两根于水平方向呈现30度角的短木棍 这个是靠背的位置 接下来的活可以说是整个庇护所建设之中 重复性动作最多的一组活迹了 那便是在水平方向以及30度斜面之上 将所有的木棍平铺地绑扎上去 最后形成的整个面便是波妹的床面了 严格地说来波妹打造的这个庇护所 基本上就是一张床而已 而且为了让床有着夏威夷海滩风情 波妹还特意地在床顶部 加上了一组鞋挑出去的木棍 最后再拿出一张防水布盖上去 便是类似于夏威夷海滩带遮阳伞的躺椅了 其实在岩洞下方 根本是不需要遮阳伞的 但是谁叫大波美女都爱美的呢 不过还别说 整张床打造完毕之后 那还真有一丝海边度假的感觉 看看波妹带着狗子就这么悠闲地躺上去 那叫一个舒服啊 有了大床室的躺椅 要是没有一张桌子在一侧 那还真感觉内心有一丝空落落的 为此 波妹又用剩下的木材制作了一张小木桌 这样既能用来当作餐桌 也可以收纳个人物品 可谓是一举两得 庇护所的建设告一段落之后 波妹便开始在四周收集起了食物 野生的蘑菇可以说是野外最为鲜美的食材之一了 当然 前提是你得有波妹的水平 能够识别出那些是能吃的 那些是死鬼能吃的 否则搞不好那可真的要趋一想不一盖 全村老小等上菜 哭得哭抬的抬 后面跟着一片白了 正所谓初听不识取重音 在听已是观中人吗 这一次 波妹还带来了两根大鸡腿 先在油锅之中好好地煎炸了一番 直至炸到每一面都是焦黄厚 接着这又高了一个酱汁 用于烹煮收集到的鲜蘑菇 直到蘑菇熟透后 再将蘑菇和鸡腿倒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一道破产版的小鸡炖蘑菇了呀 虽说这道菜没有小鸡炖蘑菇那般的入味 但是在这荒野之中能够吃到这般的美食 那已经可以说是飞机上拉戏 谢天谢地了呀 看看波妹和狗子吃的那叫一个嗨皮 可惜的是小猴子不吃鸡肉 那也就是怪不得波妹不讲武德的来上一朝碗底见光了 不得不说 大山之中的风景那真是美如画 在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波妹便开启了第二天的新生活 早餐搞了两个带来的面包 烤热之后吃起来那是叫一个香甜可口 大概也只有这般的美食才能勉强叫醒睡梦之中的狗子 随后波妹拿上了打野刀 准备开始在周边探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搞点食物 如果要让荒野求生者选择最容易获取到的食材 那么鱼类可以说是首选 波妹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还真的在附近的河流之中真的发现了大鱼的身影 可是想要徒手抓到它们的话 那几乎可以说是很难的 不过这点难度还不至于难倒波妹 只见波妹砍来了一根竹子 并且将末端披成了八九块竹条 接着又将每一根竹条的末端都一一地削尖了脑袋 最后再利用树藤绕着每一根竹条穿梭 这样的话 一把带有大量尖刺的简易鱼叉便制作完成了 这样的鱼叉用起来极其方便 而且打击面积还特别的大 一叉下去鱼儿是很难逃得了的 这步 波妹第一叉便轻松地收获到了一条接近一斤重的河鱼 随后的时间里 波妹就像是开了挂一般的 在这一处水域内大发神威 接连不断地上起了鱼火 开开心心地就挑在木棒之上 回到了庇护所 然而刚回来将衣物放在火堆一旁的架子上烤着时 波妹便听到了猴子和狗子惊恐的叫声 快速赶来查看了她 发现竟然是一条蟒蛇拦路 吓得猴子和狗子大叫了起来 上一次狗子被蟒蛇缠身 可是给狗子留下了不小的窗伤 为此 波妹快速地将狗子和猴子抱着 赶紧地离开了现场 蟒蛇应该感到幸运 毕竟波妹为了狗子不再看到她 这才没有将她带走 做成烧烤 回到庇护所安顿好狗子后 波妹又开启了疯狂的摇晃模式 对着木棍开具起来 有一说一 这样的大场面那是十分的养眼啊 接下来波妹将其中几根削尖了脑袋的木棒 一一地横入到泥土之中 看着木棒的位置 正好在桌子的正前面 而且波妹还在中段部分平整地铺设上了一整面滴木棍 不出意外的话 波妹这是要打造一张椅子啊 不过前两根立柱和后两根立柱的高度相差不大 这种情况确实又不像是椅子 直到波妹将几个立面都绑扎上木棍 并且在顶部搞出了三角形的顶面之后 这才发现波妹打造的是一个宠物的小房子 至于宠物嘛 不出意外的便是狗子和猴子 在给宠物小屋铺上毛毯之后 看看这两个小家伙住进去那叫一个嗨皮 不一会的功夫就进入了梦想 火堆上 波妹的包烧和鱼几乎是烤了近乎一个小时了 慢火烤至下鱼肉早已熟透 在将芭蕉叶解开之后 里面的和鱼可以说是烤得面部金黄 那里又是充满了汁水 简直是香飘四溢 在站上波妹带来的秘质蘸料 那味道实在是没得说 吃的波妹直呼666 别说是波妹了 就连睡梦之中的狗子和猴子 那也是被香味给吸引的醒了过来 和波妹一起吃起了烤鱼大餐 完食之后 再美美地睡上一夜 这日子那叫一个舒服啊 一夜之后 波妹一大早的就披上了一张薄膜 昨夜的露水有点大 薄膜可以阻挡不少的露水 山中的野菜可是不少 而且有一部分还是能够直接食用的 就比如说这种小白花 波妹还在溪流之中发现了不少的蝌蚪 可惜这碗玩意还没长成田鸡 不然波妹就有福了 当然 波妹来到溪流边上的目的可不是田鸡 而是躲在石洞里面滴山螃蟹 这不 没意会的功夫波妹便在石缝深处 抓出来了一只超大的山螃蟹 那是漂亮的一笔啊 在这里山螃蟹的数量可是不少 但是躲藏的位置一般都比较深 捕捉它们的时候 只能将泥沙和碎石挖开才行 不过即便是如此 波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也是收获满满 直接抓到了五六只山螃蟹 一番清洗之后 每一只山螃蟹都是紫色的 很是漂亮 在归来的路上 波妹还在树干之上收集到了不少的干末 直接搞了一大串 又是一道好菜啊 当然 最令波妹惊喜的那还得数这一处枯萎了的板鼠盆 一番挖掘之下 波妹看到下方露出来的部分板鼠后可是开心极了 毕竟这还只是一部分金块而已 就这般的巨大了 而且波妹还特意地切了一小块下来 用它那红红的大嘴唇 浅浅地尝了一番味道 以此来确保挖到的是板鼠 而不是其他的植物后 接下来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挖掘了起来 历经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挖掘之后 一整个大板鼠的所有根筋便基本上露了出来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这怕是得有个几十斤去了吧 实在是大呀 看看波妹将其给搬出来时 那腰部都快承受不住的样子 就知道这颗大板鼠的重量有多恐怖 这样的一颗大板鼠 估计足够波妹随随便便地吃上个一两周的时间去了 板鼠在挖掘下来之后 其中还有两个中等的金块的部分散落下来 波妹则是用树藤将其绑了起来 至于剩下部分小块的板鼠 波妹还是将它们放入到坑内 没有断了它们的根 搞起了可持续发展 有一说一 波妹这真是十口棺材七口外 三观正啊 不过这么多的板鼠 真是不容易 必须得采取尖挑的方法 才能够省力地将它们全部带回去 回到庇护所之后 波妹将所有的板鼠都堆积在了岩壁的一旁 这将是她近期的主要食物了 板鼠削去皮后 里面全部都是大白肉 波妹直接将其切割成块后 便放在了锅中烹煮起来 小猴子这家伙则是直接吃起了生的薯块 为了营养丰富 波妹还在煮到浓稠厚的木薯粥中 加入了大量切碎的木耳 至于山螃蟹 那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波妹依旧是采用了包烧的做法 将所有的山螃蟹烤熟了 木耳板鼠粥味道香甜 鼠味十足 入口还极其地丝滑 山螃蟹则是外表漂亮 内在还有满满的膏黄 鲜香滋味浓郁无比 这一顿晚餐可以说是波妹的大碍 既有营养又有卖相 吃的波妹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波妹一大早地就搞了一个烤板鼠 作为塌塌筋的早餐 当然也是小猴子和狗子的早餐 不过早上去取水的波妹 还发生了个插曲 直接被一条挂了的皮皮扇下的一列钱 当然 幸运的是只是背下 毕竟万一是被活着的皮皮扇偷袭一口 可就危险了 然而意外和明天往往不知道谁会先到来 波妹的狗子和猴子竟然走丢了 这可是把波妹给挤死了 在山林之中找了很久 甚至就连野鹿都遇见了 也是没有找到狗子 这也导致来到夜间的时候 波妹都没有回到营地 没有水喝的她只得取了芭蕉树心 等待里面的水蓄满之后 借助主管喝了起来 而夜间更是指得露宿在临时建造的简易庇护所内 就这样养含泪水的熬过了一夜 第二日前往庇护所的路上 波妹还摔了一跤 那叫一个悲催 还好波妹浑身并无无大碍 不过就是搞了一身的泥土 美女一下子变成了泥人而已 都说物极必反 这倒没运气到头之后 接下来球妹便感孕了 在她不断呼唤之中 走丢了的狗子真的回来了 这可是把波妹和狗子都高兴惨了 当然 小猴子一直跟着狗子 同样也是回来了 经过这两天的变故 波妹也是身心疲惫 于是乎便结束了这一次的荒野求生 直接回归社会的她来到了姐姐球妹家 看着球妹种植的花开的那叫一个鲜艳 波妹的心情也是好了很多 再加上球妹特意地给波妹做了一道极品的争议 这一下波妹所有的不愉快便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两姐妹则是开心的席地而坐 愉快地吃上了极品美食 互谈心事 好不快乐 不得不说 美食和亲情那真是解决烦恼的三大神器之二 至于第三大嘛 那自然是爱情罗